我小蝶 竟与我家小姐结拜 我会永远守护小姐周全 那天的事情 我忘记得差不多了 小姐 你说哭了 你放心 我已经找到了伤害你的人 根本没有一个叫尹彬彬的学生 知道了 去城北一趟 我要验证我的猜想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能说为什么 为了帮你啊 帮我 帮我什么 小蝶 其实你对聂少帅早就动心了吧 你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人 好的我觉得 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我遇到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相信我 你说的这些小蝶不明白 也不想明白 小蝶 你要相信我 安史就没有打算给沈家留活路 小蝶 把枪收起来 别坏我的规矩 可他现在是你的隐患 你想干嘛 他 放了他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赶你走了 四娘是又犯什么病了 有这么跟你家里长辈说话的吗 究竟怎么回事 四娘 他误会我拿了大帅的文件 少帅怕是不知道 自己取了个细作过门 此次你也真必处 那就多谢侯师长了 我和四娘说得也清楚 倾下想要的 只有钱 等侯师长您执掌洪舟的那一天 我们沈家可就全仰照您侯师长 好不 侯大帅了 我的夫人没有受伤 自然是徐景 少废话你这 我来开这枪 夏天 先生 此行你去南方 是因为我对你下了驱逐礼物 要拥抱的话 我给你 怎么 你是觉得我抢走沈少爷送你的礼物 很令人讨厌吗 这只是二少爷的一片心意 干嘛这么小气啊 心意 心意是吧 我等你回来呢 就想好好跟你道个别 少爹 你别干啥事 是大帅害死的大小姐 愿你好好到晚面 愿你好好到晚面 我也可以安心的走 小姐 只有我已大帅 会葬身 在这火海里 在浴缸里过夜 感觉怎么样 好 少帅 您要的姜茶 你快点回来啊 Tinder 你快点回来啊 有点啊 你要的她 刘萁 神磋 你快点回来啊 我去哪里啊 我担心的是好 我只想透了这一点 就不用害怕 相反 你还应该怕我不是吗 我怕你 我怕你做什么 我的丫魂夫人 你就不怕我自杀泄愤 坏了你的计划 计划 什么计划 说说看 我会知道你的计划 并且会知道你为什么需要我的 好 我给你十二个小时 查出有脚 这司令部的军事会议 你估计又得无聊一上午了 怎么 昨晚没睡 这么厉害 少废话 好好开你的车 我会议你 吗 我会议你 你不得了 但是我会议你 这么厉害 我会议你 我会议你 对你 这么厉害 我议你 我的是 是 小蝶 二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 那个逆针太危险了 你跟我走 事情没有完成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相信我 二少爷 你说的这些小蝶不明白 也不想明白 小蝶 你要相信我 沈家与红烛的各个商行 前中签订得有怎样的现意 我一约条款又是什么 二少爷 我终究只是个外人 外人 你为什么说这些 是那个聂针 你喜欢上他了 沈家的灭顶之灾不在我 而在于这样的你 不要再把心思花在我身上了 你果然没死 站住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少帅夫人 求求你 狗才会守 昨天 我只是配合少帅的吩咐做事 你现在如果不配合我 我会让少帅 再来这里光顾一趟 配合不好 我希望你会看 我去哪里 在我家里 是宝贝 我来与你 我去遣远 我去遣远 所以你可遣远